县府同时也在昨天表扬资深优良教师 还有许多默默为教育工作付出 及守护校园的热心志工 感谢他们尽心尽力的照护下一代 今年受县府表扬的教师 除了获得教育部肯定的金子奖跟师多奖之外 还有特殊优良跟资深的校长老师 另外也有Super教师跟蓝星奖 由县长亲自颁奖主力 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苏澳国小的徐薇娅老师 没有受到视力障碍的影响 在先生跟学生的鼓励下 继续坚持在教育工作上 精神令人感佩 因此获得今年的师多奖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说我要转任科了 可是小朋友就写信说 老师你说你是园丁 我们还没发芽怎么可以抛弃我们呢 老师你说要做人要坚持啊 就是一个一个人说 老师你留下来 本来是很调皮的人 当他知道你生病了 他反而是鼓励你 然后我这一次参加师多奖 其实有四个小朋友 拿那个来帮我写推荐函 让我得奖 另外现年80岁的张佛书老师 当初因为涉及政治言论 曾经入狱 最后获得清白 而服刑期间也列入服务年资 所以教学长达40年 可说是教育界的藏心术 虽然不是校长也不是老师 不过没有这些热心志工 教育工作可能无法顺利推行 所以县府也针对推展教育有工的人员跟团体 还有交通导户跟校园爱心志工 进行表扬 这次是我们小孩子在学校学生 学校都有本 当然要针校园志工 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做志工 做的感觉是什么呢 很快乐 看着孩子每天跟孩子打招呼 看着那些孩子很高兴 在听我们说故事也好 辅导也好 所以越做越快乐 做就做十几年了 小孩子毕业了你还会继续做吗 对啊 因为我们学校对我们很好啊 而且每天看小朋友过马路 我们也很高兴啊 下课的时候看他们很高兴的下课啊 看着就很舒服啊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 就是帮助他也帮助自己啊 县长表示 非常感谢这群教育工作者跟志工 坚守岗位 用心关怀我们的下一代 让宜兰的学童 可以成为未来国家的人才 每年表将会才有優秀 老师是我们特别 要来跟他们学习 特别要来跟他们辛苦 来跟他们困点 但是每一个老师都是辛苦的 尤其是今儿孩子成就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非常重视 这是社会的孤独的期待 现在教育制度改变 不是过去围团的时代 老师有这么多工夫 尤其是教育这种 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多玩 所以老师的这个辛苦 可见一般 我们希望说 营养新的时代 不管社会怎么进步 不管现在科技怎么进步 总是教育是 我们为了我们宜兰儿子 可以让他们返转未来 可以让他们变成国家最好的人材 甚至我们是台湾竞争力 台湾未来竞争最主要的主编之一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来跟所有辛苦的老师 跟大家说一声 真感谢 真努力 也因为社会的孤独 我们才有机会 让我们宜兰变成最幸福的 这个地方 老师 爱你 宜兰匠记者张力林 采访不到